小伙好不容易得到一个跨国公司的线上面试机会 正在跟面试官夸夸其谈大吹特吹 但是很明显面试官并没有什么兴趣 正想结束这场无聊的面试时 小伙身后一声妩媚的老公 吸引了面试官的注意 小伙还想说两句 奈何女朋友不断骚扰 叫得面试官都有些把持不住了 我的天哪 小伙顿时火冒三丈 礼貌地关闭了摄像头 紧接着传来一声声哀嚎 面试秒便家暴现场 小伙 小伙 面试官一脸猛逼 这是闹的哪一出 我到底要不要报警啊 正当面试官还在看戏和报警之间纠结时 对面的摄像头亮了 一只白猫戴着耳机 一脸无辜地看着面试官 把面试官着实地吓了一跳 这时 小伙穿着一条橙色条纹短裤缓缓出现在镜头中 或许他觉得这次面试黄了 已经顾不上形象了 岗位能拿拿 不能拿就算了 至少把清白绑住 没想到猫咪也不客气 竟然真的跟面试官打起了招 在猫咪的沟通下 面试官通过了这场面试 好吧 明天来人事部报道 带上你的蝉屎官